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直是他的追求 这堂课结束后 迈克将去拜会他的一位老师 了解那个埋藏了十年的心愿 我是五岁的时候 我做梦了 五岁做了一个梦 做了一个什么梦 我看到一个中国对面 然后我睡觉了 我做梦了 然后我说 哇 我做梦了 我在中国了 我学习中国功夫 我问我妈 我可以去中国吗 我妈说 什么 不可能 你太小 迈克你现在你在邯郸多少年了 邯郸十几年 你觉得你现在是邯郸人吗 可以说一百一百 就是不能说城市 邯郸就是我的家 受到中国功夫电影的影响 迈克从小就喜欢武术 长大后 他在伦敦派武士河畔里家 龙功夫武广 一学就是四年 2003年 迈克一无反顾的选择 来到中国邯郸 这里是太极拳主要流派 杨式太极拳创世人 杨露禅的家乡 他一心想得到 杨式太极拳的敌传 现在是他爸爸也学习的 他是第四的 他是第五的 所以是他的教 所以这个律学呢 是他的律学 这是他的故事 所以你就决定拜他为师 要好好地学习杨式太极拳 当然 从2003年到现在 迈克无数次向杨露禅 第五代嫡孙杨志芳 提出败事的信求 却都遭到了杨师傅的婉言谢绝 首先考虑了 就是迈克是个外国人 他是个西方人 西方人就是说 他可能就是跟这个 我们中国的文化呀 语言方面呀 他有些就是不好沟通 他说就是可能 怕外国人来了 有一时新鲜 学两天以后我不学了 杨式太极拳 由邯邦永年级人杨露禅 和其子创编发展起来 距今已有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 杨露禅曾在河南温县陈家沟 学习太极拳 其后 他进入当时的京师北京 环组太极拳 受到武术记多个门派的挑战 却从未失守 被称为杨无敌 杨露禅的形象 也被改编成多种艺术造型 搬上舞台 杨家后代在原有的拳架基础上 又进行过多次提炼和改进 使杨式太极拳更加适合大众健身的需求 迈克就是因为了解到杨式太极拳的历史渊源 才一心要拜杨式后人为师 学习杨式太极拳的家传精髓 无疑假期的第一天 迈克带着妻子和儿子 再次来到杨师傅家 看望师爷杨正国 杨正国先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杨式太极的传授继承人 这些年来 迈克从没懂聊过拜师的决心 他不仅练功客户 师傅家的大事小型 他也常常忙前忙后 这份诚挚终于打动了杨志芳 今天登门拜访 杨志芳正式答应了迈克的拜师请求 他的师爷还专门给迈克 讲了一些家传拳架 算作入门的见面礼 以中国传统礼节举行的拜师仪式 将在几天之后正式举行 英国时候 我的老师他也学习杨式太极拳 但是我觉得教这个师那么好 你学习功夫或者别的东西应该是哪个国家的人教你是比较好 如果是功夫的话必须来中国学习 是我的老婆的想要酒吧 燕聪想要这么一个在家里布置这么一个酒吧 我看那还有玫瑰花 做得浪漫的玫瑰花 想象征你们的爱情 对 我买的是青春节的时候 青春节你买送给他的 对对对 有时候可以跟妻子一起喝点的红酒聊聊天什么的 卖了红的时候 我老婆说我想要酒吧 我不要酒吧 我在台外 我想太外国的东西 我想跟中国的东西 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不可以尊重一下老婆的愿望呢 你看啊 我不是国外人 我老婆是中国人 我都不是吵架 是吵架很大的生命 我喜欢中国东西 我喜欢国外东西 所以我们是一巴一巴 你们两个人有点相反 他更喜欢英国的一些东西 你们更喜欢中国话的一些东西 迈克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特别偏爱 刚到中国时 他虽然做外教工作 但教学亦绝用英语 为了尽快掌握汉语词汇和语法 他常常在课间与学生做互动游戏 从中学习汉语发音 我的小生在楼下 都踢架子 我问 这是什么 他说要踢架子 你想跟我们拔 我说 行行 然后他说 哇塞 我说 哇塞 啥意思 哇塞 他说 哇塞 说哇 行行 我学习好的当作 就是在这个时候 迈克认识了来学校实习的张叶聪 客间的时候 我在走廊上 我看到他跟一群孩子在那儿斗着玩 然后特别的生活 然后三天以后 喝咖啡 四年说话 在咖啡店 当时燕聪的英语并不流利 迈克的中文也很生疏 无法理解时 他们就在纸上画出各种图案 即便是这样 共同的话题和爱好 还是让两个年轻人聊得很是投缘 我的中国朋友在英国 他说 你想交一个女朋友 你必须给她 一百多问题 你喜欢这个问题 回答的问题 肯定的 去你的未来的老婆 我给她一百多的问题 她回答 回答不错 在那边又发行 假期的第二天下午 迈克夫妇带着孩子 来到离家不远的丛台公园 这里是他们热恋时 经常见面的地方 刚认识的那段时间里 他们在这里一起散步 一起做各种游戏 逐渐擦出了爱心的火花 而就在此时 张燕聪 却接到了去西部支教一年的通知 远离了邯郸 这对迈克来说 无疑是一次重要的考验 她也经常坐17个小时的火车 然后跑到那边 看我一下 然后再返回来 难耐相思之苦的迈克 为了看望远松 只能一次次坐将近20小时的火车 奔波在两座城市之间 然而爱情考验才刚刚开始 从台市寒淡里做历史标志 战国时期赵武林王 为了虚高观看士兵演练而修筑 对迈克和远聪两人来说 这里不仅是游玩的地方 更是他们爱情的见证 一年的支角生活结束后 迈克本以为燕聪可以回到神殿 可是燕聪又被安排到秦皇岛工作 这又是一个远离寒淡的城市 在这座古老的葱台上 迈克许下誓言 并固执地辞掉了工作 追随燕聪去了秦皇岛 就这样 两个生活在异象的年轻人 心越走越近 有一天 迈克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 向燕聪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我记得是 也就是临近五六月份的时候 那天他没有告诉我 但是他偷偷地把我所有同事 都约出来了 约好了 然后让其中的一个女孩 偷偷告诉我 就是说有时间中午了 你跟我一块去吃个饭 我也没有当成什么事 到点就去赴约了 然后进去的那个推开门的那一刹那 然后看到他那个捧了九十九朵玫瑰花 然后就是溃到了那个门口 说我等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好久了 咱们结婚吧 在经历几个城市的奔波辗转 感情考验之后 迈克和燕聪下节心要走在一起 可是陶醉在热恋中的他们 丝毫没有意识到 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的不同 将给燕聪的家庭带来怎样的冲击 现在爸爸妈妈还在也是住在邯郸 那没想到把卓伦让他们带吗 他们还是 他爸爸不愿意 迈克不愿意 迈克和燕聪的爱情 曾经遭到燕聪全家人的强力反对 即便是现在 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 燕聪的父母依然很难理解迈克的许多做法 然而几天之后 迈克将要举行传统礼节的拜设仪式 像这样复杂的程序 他还得去请教有多年行政工作经验的岳父 你不是说要给爸爸选个礼物吗 对对对 每次去见爸爸 迈克都要送给岳父礼物吗 春节的时候那是必须的 但是今天我们想想给爸爸好东西 长辈观念里难以愉悦的思想鸿沟 他们怎样面对 十年一月 拜世仪式又能否顺利进行 请继续收看加油杨女婿 不不不不不习惯不习惯 为岳父挑选礼物 迈克仅得格外挑剔 几乎转变了所有的柜台 他终于选到李生满意的皮鞋 在妻子眼里 迈克是个有责任心的丈夫和父亲 可是当年两个人相爱时 眼从的父母去对迈克抱着怀疑的态度 母一假期的最后一天 迈克一家三口去看望岳父岳母 燕聪的父辈们 世代生活在这座古老传统的城市中 退休后 两位老人回到了乡下老家 以养青年 本以为日子就此平静祥和 且没想到 独生女儿却和一个外国人相爱了 燕聪的父亲至今还记得 当年这个家庭里 掀起了轩然大波 他们搞得像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我的哥哥姐姐都反对 咱们这么多中国人 咱不找 咱对啥找个外国人 这个时间是他的大爷 还有别的亲戚 妈 还有爸 开始不同 他说不行 不行 当时你们成长环境不一样 然后文化也不同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我可以说没有 燕聪的爸爸妈妈 包括他们的亲戚是反对的 他们担心的是什么 担心是我能坏他的心 是我能跑了 骗他 我能找别的女朋友 那那个时候你理解他们这种担心吗 不理解 不理解 我不能理解 那段时间里 燕聪每天都会无数次接到父母和亲戚打来了电话 在家庭的重压下 作为家中独生女儿的燕聪 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 最终还是向迈克提出了分手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是很犹豫 有的时候觉得 要不然就再坚持一下 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有的时候想 哎呀何必呢 你看让自己这么难受 然后让父母也不太高兴 分手的结果令迈克无法接受 他想找一个让自己留在这座城市的理由 当他再去拜访杨志芳师傅时 师傅同样担心他会半途而飞 遭受失恋和拜师失败双重打击后 迈克再也没有了留下来的勇气 绝望之下 他伤心地离开了中国 在那个三个月的时候 我一直给他打电话 然后我听他说的 迈克你别回来 那个时间我哭 真哭 我妈说 你爱他的话 你不是追的意思 不常用追 就是 但是可以说 那有一个单子是 Persive 是 一直给他说话 让他心开心 给他爸说话 就是 相信您的意思 迈克的妈妈 是迈克最信赖的人 妈妈靠着微薄的收入 一个人 喊心有福 养带了 养带了迈克 五个兄弟 妈妈鼓励迈克 如果认定是自己的真爱 就要用真诚 去打动对方父母 而不是选择逃避生活 就这样 迈克再次回到邯丹 他要努力争取 自己的幸福 他回来的时候 好像父母觉得 你看 就是其他亲戚说 这个人走吧 他肯定不会回来的 你看他现在 不是为了我姑娘 又回来了吗 所以好像让父母的观念 又转变了一些 这是我们的健身房 这是你的健身房 这是两天短年 一天休息 我觉得是开心的事情 昨年我觉得是 也说我的爱好 我给你开心吧 好啊 好啊 这个有多少 这间健身房 在迈克和燕聪结婚以前 曾是迈克的卧室 迈克从英国再次回来后 就住到了燕聪家 接受着燕聪的父母 对他的考验 我们用了差不多六个月 住在爸妈家 我们一直买的房子 不想住在哪里 不想住在爸爸家 然后住在爸爸家 他们看我 我干什么 我也在哪里做饭 喝爸爸 喝酒 买他们好多的衣服 礼物 他们看我 我能怎么能堆燕聪 燕聪家的院子里 有一块空间的菜地 燕聪的父母 喜欢自己种植一些蔬菜 那段时间里迈克学会了做农活 一有空就帮助两位老人打理菜地 他的勤快和执着 慢慢改变了老人的态度 我最感动的就是 过年的时候 他第一个过年的时候 就用中式习惯 就跟我们拜年 就磕头 回看这小伙子 是吧 这个本来是外国人 对中国这个习惯 他是比较遵守的 他每次 你比方说 要过年要吃饺的 他就问 问燕聪 燕聪 这是意思中国的规矩 是必须的吗 只要我们说是必须的 他就不愿意吃饺的 他也要吃饺的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后 燕聪父母 终于答应了他们的婚式 两个年轻人 迎来了最幸福的一刻 我爱你 爱你 按照当地分析 营兴时 新人又把房移关键 而新郎又是出回身形式 感动雨风 打开风门 你说我爱你 太阳代表我的心 快点 你也好呢 我放了 我就说 我爱你 我爱你 张燕聪 我爱你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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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张燕聪 你说 张燕聪 我活全干 活全干 全全交 全全交 叫他的鞋子 在哪里 给他帮忙穿鞋 然后 你帮他去楼下 放在车上 我们都是弄这个 真的 你们全都是按照 当地的 骑俗 我的脸 特别黑的 我都磨 磨得多 你更幸运了 爸爸的脸是全黑的 这一天 迈克穿着中国传统的糖装 燕聪 则穿上了白色的婚纱 两个人在穿着上 采取了中西合璧的方式 婚礼的程序 则全部按照当地的风俗 新郎进门前 首先要四处翻找新娘的鞋子 然后亲手给新娘穿上 没关系 你们牵我 我这个 你牵我可以唱个戏 走走走 你会不会 他牵的 走走 笑 走走 有点自恋 你得笑一下 行 抹锅灰 是闹新婚的重要关键 按照传统的说法 抹得越多 说明新郎 受岳父岳母的喜爱 就越多 行行行 美 女方出门 是最考验新郎体力的 不管多高的楼 都要由新郎 把新娘抱到车上 我们特别开心 那个时间 我也有一点激动 我也哭了 因为 我觉得这个意思 是真言 我心说这个事 不能 不能变 你知道吗 就是我的意思 许了燕聪 你觉得这辈子 就是她是你的老婆 这辈子不能变 对对对 这个甚至这个事 是不能后悔 就是你老婆是老婆 对她好 她又对你好 我老婆对我特别棒 谁洗 这是我洋葱 这是你的名字 洋葱 没有 我就是洋葱 你不学 快点看活 喝好多饭 还要睡在那边 学过了 放过 谢谢 这边让你的太极 后继有人了 就是 进了太极圈了 五一假期后的 第一个星期天 燕聪的父亲 帮麦克邀请到了 两位太极拳师伯 来家里做客 共同商量 麦克拜师仪式的细节 谢谢 反桌上 老人一再拜托 两位师伯 要对麦克 多多关照和帮助 自立行间流露着 对这个女婿的爱护和期望 其实 自从儿子小卓伦出生之后 在孩子的教育上 因为中西方观念的不同 两代人也曾经常发生意见分析 必须家 叫孩子 不能说 没事没事 他是孩子 不能说这个 他们到五岁 这个时间 孩子们理解 理解多 行 这个可以 这个不行 这个安全 这个不安全 五岁以上 孩子知道 他们 人能安全 儿子小卓伦出生后 从零岁开始 麦克就用各种方法锻炼孩子的胆量 增强孩子的体质 这在彦聪父母的眼里 是难以接受的 我提 或者大妈也提过来家的时候 孩子说 爸爸爸爸爸爸 帮我 所以要帮他 我抓住他的 他的脚 然后是 他再翻过来 然后 这样的 然后妈妈说 别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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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别当心这个事 眼下 小卓伦马上要上幼儿园了 麦克在逐步接受着岳父岳母一些教育观点 开始多元化培养孩子 使小卓伦能够完全融入他所成长的附近 如果不行的话 必须轻轻巴巴的脸 轻轻巴巴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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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9号 农历4月初十这天 杨氏太极拳的第五大传人杨志峰 正式接纳麦克为第六代入食弟子 按照拜师程序 麦克要向师傅抵交门声帖 敬茶 然后师傅回帖 在传统的习俗中 尤其是武术界的惯例 特别强调师徒名分和尊师的界 正式拜过师的称为陆师弟子 没有正式拜师的 则只能称呼为继名弟子 麦克拜师后 他参加各种武术表演 将正式拥有了杨氏太极拳 第六代传人的身份 为什么我想学习好多的功夫 我在英国时候 我喜欢学习龙功夫 台前道 摔道 还有好多了 我表演功夫的时候 我都想弄在一起 经过大家考察以后 麦克这个人 他对父母 对长辈也是很尊敬 在练习全数方面 也很吃苦 也是想学习把他收下来 大事仪式后 麦克的外国同事和朋友们 特意为他举行了一次家庭祝贺活动 祝贺麦克终于原了他十余年的梦想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 在这座城市中 形成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互动小群体 麦克夫妇和这些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 游玩 分享着彼此的生活乐趣 来中国十年后 在麦克的意识里 自己已经不再学外过人 反而 他会把其他国家的朋友称呼为老外 和这座城市里大多数人一样 麦克每天重复着相同的工作和生活 品味着相同的喜怒哀怒 在人生的旅途中 认真书写着一页一页 属于自己的日记 如今 生活安逸下来的麦克 还想再去实现一个心愿 他说每天我 我想我的妈 我特别喜欢他来中国 能看我的家在中国 看我老婆 我孩子 我都在一起 每天能干什么 他来的时候 我不要工作 不想中签的问题 如果我妈来的时候 我想 你上去什么地方 可以去 应该的 他去北京 都去香港 我都陪他去 没关系 凌云 我去北京 我去北京 感谢观看